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男主的好机友 西元四瑞树 虽然是确确实实的男生 但有着女孩子那样可爱的脸 和连女生看了都会极度的腰陷 甚至他低下头的时候还会一脸娇羞 有这样的好机友在男主身边 总能给男主的生活带来许多意料外的事情 哎呦不愧是好机友 这天男主的学校来了一个转校生 这个转校生的特点也像经典日曼里面的设定特点一样 是男主的青梅竹马 转校来的女主长发飘飘 身材超好 是妥妥的美少女没有错了 转校生叫做梦见麒麟奶 听着熟悉的名字 看到这熟悉的面孔 男主的脸马上僵住了 居然是他 正当男主念着旧情想和女主打个招呼的时候 女主一脸冷酷 冷冷的一句 挡路了 群让开 直接把男主愣住 没听见我说话吗 挡路了 女主又向男主补了一刀 这可重重地打击到了男主 原来虽然他是男主的青梅 但男主一直担心自己小时候的一次无意间说出的话 让女主纠结在心 现在见女主对男主脸色一直不好 男主以为他一直怀恨在心 内袖感涌上头 他觉得是时候要去修补这段这么多年的关系了 于是就想找女主道歉 突然 女主静止向男主走了过来 男主见状急忙低头 恨不得钻进地缝里 或许是女主一直盯着男主看 没有注意脚下的缘故 他不小心绊到了桌角 一整个人往前倾倒 眼看着他就要摔倒了 男主一把抓住女主的手 这才让美少女免于一摔 没想到女主并没有领情 一把甩开男主的手 用看垃圾一样的眼神看着男主 沉默了几秒 然后转身离开 看到这里观众朋友们可能会有疑惑 诶 这真的是甜甜的校园恋爱吗 其实女主是一个大傲娇 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喜欢上了男主 碍于傲娇的面子 外表高冷 内心其实是个超级热情可爱的女孩子 至此剧情还有些俗套 但接下来的故事逐渐变得魔幻起来 放学路上 男主救下了一只差点叫被车碾到的猫 随后猫猫把男主带到一个神秘的地方 神月猫神社 面对未知的一切 男主非常紧张 这时这座神社的主人出现了 猫神直接把他扔到了一个房间里 并且一眼就看出了男主心里的烦恼 是修复和女主的关系 随后猫神翻箱倒柜找出了一颗奇怪的糖果 原来这个糖果有个神奇的功能 那就是可以让人能够在一天之内听到异性的心声 猫神解释道 既然男主不知道要怎么向女主道歉 倒不如吃了这个糖果倾听女主内心 了解女主顺便找到方法 和她重归于好 虽然这个糖果看起来非常的不可信 但男主想要真正获得女主的原谅 纠结之中 男主最后还是吃下了这颗糖 就在他刚吃下糖果的一瞬间 猫神匆匆忙忙赶过来 手里拿着糖果的说明书 想阻止男主吃下糖果 万万没想到 这颗糖有个巨大的副作用 那就是 使用者收到了爱的告白就会死 并且这个能力从现在开始到从学校毕业前都无法消除 要是中途退学或转学也会死 以及要是这个能力被普通人知道了也会死 如此看来 这枚糖果 简直就是在分分钟针对男主 男主正懵逼着 突然一阵眩晕昏倒了过去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他已经躺在床上 妹妹坐在他身边叫他起床 回想起昨日的事情 一时间他还没能缓过神来 不过男主见自己不能读出妹妹的内心 这颗糖也不过如此嘛 他松口气 放心上学去了 没想到刚到学校 他就发现不对劲了 女孩们的心声像潮水一般向他席卷而来 而且每一种声音都非常清晰 这时他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早上就和小新见面了 好开心 男主诧异地回过头 定眼一看 这不就是青梅女主吗 女主臭着脸 一副看见你真会写的神情 突然一个清晰的不能再清晰的声音 从女主内心传到男主耳朵里 今天一定要和小新告白 听到这话 男主又是一波大脑短路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缓过来 原来女主是喜欢自己的呀 正高兴着他突然想起来糖果的副作用 内心一寒 要是被表白的话 他就要死了呀 时间回到他俩的小学时期 女主的父母 在女主年幼的时候便离婚了 这一天放学后 一群同学围绕着女主 在他的座位旁 叽叽喳喳地讨论着女主写的小说 同学们都觉得小说很有趣 而年幼女主走到男主跟前 握住男主的手 一脸认真 想听听他对这本小说的看法 男主愣愣地说 他并不觉得这本小说有趣 女主听了感动得落泪 觉得小兴才是真正了解自己的人 不料男主却以为 女主是被他的话语中伤 于是非常内疚 这一过就是好几年的误会 根据糖果的副作用 使用者收到了爱的告白就会死 也就是说 在女主说出我喜欢你的那一瞬间 就是男主生命的尽头 那可不行 男主顺着昨日的记忆 匆匆忙忙地去找猫神 让人大跌眼镜的是 昨日去到的那个光鲜亮丽的神社 在一日之内变得破败不堪 疑惑之中猫神又现身了 原来是为了迎接男主的到来 昨日才会用幻术把周围的一切都变得非常高端 事实上神社已经存在好久了 自然也破败不堪 男主也没有多纠结 他直接开门见山地问起了告白的事情 一番解释后 本来不以为意的猫神 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这个副作用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呀 虽说是猫神给的糖果 但是他对这个事情也无能为力 男主见状 深吸一口气 坚定了自己的想法 要是被告白的话 他只有死路一条 看来目前只有尽量让女主不接近自己 才是保命的关键 男主一边想 一边回到了家 还没有进家门 屋子里便传来了妹妹的打闹声 本以为是妹妹的朋友 推门一看 妹妹竟和女主待在家里 一起做饭 妹妹开开心心地说 自己邀请了女主来家里玩 男主急忙朝自己房间走去 想根据自己的原计划 远离这个危险之地 但却被妹妹拉住 这时女主的心声 又传入男主耳中 透过心声 女主对男主的爱慕 一览无遗 表面上摆着一副臭脸 实际上内心小鹿乱撞 不愧是口是心非的傲娇女 男主被妹妹强拉着坐下 三个人一张桌 唯有妹妹在跳脱 简直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妹妹直接了当地 问起女主写书的事情 男主又一愣 往事朝勇于心头 女主浅浅一笑 这几年来 自己一直在坚持写书 说吧便掏出一本书来 这本书 则是当下最火的恋爱小说 就是出自女主之手 实际上 这本书的责任编辑 让女主参加签售会和脱口秀 活动的形式呢 是让两位新人 和两位资深大佬进行对话 但是滕海一花 也是参加活动的一员 这个在女主年幼时期 就已经狠心抛弃自己女儿的人 所以自从母亲离开家后 母女俩就再也没有过联系 这个问题先放一边 现如今最关键的问题是 女主因父亲出差 家里没人 所以在妹妹的促使下 女主决定留在男主家过夜 晚上当男主躺在床上 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那颗糖果 隐隐约约间 她听到女主的心声传来 吓得她赶紧屏住呼吸 小心睡得真香啊 女主悄悄地来到男主床前 虽说她只穿了一件睡衣 但在夜晚依然显得非常迷人 她缓缓坐到男主床边 心声清晰又响亮 现在的话就算是亲一口 也不会被发现的吧 她仗红了脸 轻轻俯身 双唇靠近那个目标 男主的心要跳出来了 在内心疾呼 难道自己的第一次 就要被夺走了吗 这下好了 想要逃 却怎么也逃不掉 面对自己的亲眉 还有那个和魔咒一样的糖果 逃不开的告白 男主到底要怎么样面对呢 那么本期影片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还请点个赞 点个订阅 大幕将继续为大家带来 更多动漫讲解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